你肯定见过大街上跑的公交车 这些公交车大多按照某种固定的规律运行 比如他们的发车间隔一般都是固定的 在这个视频里 我就来给你讲讲公交车的等间隔发车问题 车站有很多公交车 每隔15分钟发一辆 全程保持200米每分的速度不变 那前后两辆公交车之间的车距是多少米呢 解决这类问题 最关键的是要理解像每隔15分钟这样的时间条件 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开始和结束 那这15分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只要你稍加思考就会明白 它是从一辆车出发开始 到颈癌的后一辆出发结束 而这15分钟的时间间隔 就叫做两车的发车间隔 由于前一辆比后一辆多行驶的一个发车间隔的时间 那利用速度200米每分 你就可以算出这段时间的路程是200乘15等于3000米 A就是前后两车之间的距离了 简称车距 根据刚才的分析 车距就等于车速乘发车间隔 由于之后每隔15分钟都发出一辆车 那相邻两车之间的车距就都是3000米了 单独发车的情形你已经清楚了 那既有车又有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比方说现在小高在路边走 与公交车相向而行 刚好与其中一辆相遇 已知他的步行速度是每分钟100米 那他下次一面遇到公交车得再过几分钟 从这次相遇到再次相遇 小高与下一辆车的路程和恰好等于车距 那相遇时间就等于车距除以他俩的速度和 即3000除以100加200 算一算等于10分钟 因此下次一面遇到公交车就得再过10分钟 那再下次相遇又得过多久呢 由于车距相通 所以接下来的过程其实跟刚才是一样的 时间还是10分钟 由此可见 每隔10分钟人车就会相遇一次 而这个10分钟就可以叫做小高与公交车的相遇间隔 有刚才的分析 相遇间隔就等于车距除以速度和 那反过来车距就等于速度和乘相遇间隔 小高与公交车相向而行的情况你会了 那他们同向而行的情况又如何呢 同向而行自然是追击 假如此时一辆车刚刚追上小高 那下一辆车想要追上小高需要再过多久呢 看图 下一辆公交车想要追上小高 必须追上一个车距的路程才行 所以车距就是追击路程差 那追击时间就等于车距除以他俩的速度差 G3000除以200-100等于30分钟 因此小高下次被公交车追上就得再过30分钟 由于车距相同 那再过30分钟就会又有一辆车追上小高 也就是说每隔30分钟都会有一辆车追上小高 那这30分钟就是追击间隔了 根据刚才的分析 追击间隔就等于车距除以速度差 那反过来车距也等于速度差乘追击时间 以上就是间隔发车中比较初步的问题 在解决这类问题时 你一定要把每隔多少分钟这个条件中的多少分钟 理解为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 比如每隔5分钟发一辆车 就表示从这辆车出发开始到下一辆车出发结束 总共5分钟 再比如每隔10分钟遇到一辆车 就表示从遇到这辆车开始到遇到下一辆车结束需要10分钟 除此之外 你还得紧紧抓住车距这个辆 因为发车间隔 相遇间隔 追击间隔 都与车距有关 有了车距就掌握了整个问题的关键 怎么样 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就自个儿动手试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